哈哈哈哈 大家听到这个叽咒吧 我们现在在等那个民宿老板来接我们 感觉这个老板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他先问我们两个抽不抽烟 和不抽的 我们都是女孩子 然后他说是情侣吗 你看老板都见多识广 涛山来自国内最佳 重新认识了生活 我说不过你啊 欢喜哥 欢喜哥 我一直在发现你的好评 在了解你的故事 不是不是 有那个楼上住的客人嘛 小哥哥他们本身他们的房间是可以去看演出的 然后不想看我就说请他们喝酒 小哥哥有小姐姐吗 不知道 他说可以一起喝吧 我听唐瑜说你还是个摄影师呀 唐瑜是这样 就小唐 那个民宿他就是我的一个工作室 我可以说我们之前我做了很多攻略要吃什么要给大家介绍 民宿老板就是一来就说啊我跟你们说你们要吃什么什么给你们安排好了 第一站告诉我们要去哪里特别的方便 然后我现在带大家一起去吃 第一站陈老三翘脚牛肉 第一家啊我们来到了这个陈老三翘脚牛肉 然后他旁边呢就有这个鲁饰红糖笔 我们说那个老板公司就这样搭配很好吃 就你不要买多了像我和小燕田两个人 我们就一人一半是吧 看一下 哦这个哎呀好丝绸 吃多一点吃多一点我吃了早餐了 甜而不腻没有那种闷甜闷甜的感觉没有 话一味落我们翘脚牛肉都来了 我们这次的旅行就是早吃多餐 所以我们要留到很多做人要去常遍各大美食的小口袋 首先你吃这个翘脚牛肉一定要先喝一下汤啊 这汤就很清香 这牛肉很新鲜你看一下 蘸一下这个碟子 这个毛血红感觉特别细腻啊 哇入口即化呀小鲜 这个真的好下饭 而且它不新你知道吗 就有些毛血红很新 但是这个一点都不行 好我们现在别拍了小鲜我们快吃吧 第二层照镜圆厨三星冰粉 我有查龚瑞嘛 就龚瑞说的还有串妹呀菊婆婆呀 我那个民宿老板就说 这一家是最好吃的 大家来点的话就是最好就点这个三鲜冰粉 最原汁原味的你懂的啥 那些奇杂巴巴里都可能失去了它原本的那种滋味啊 我现在来试一下啊 冰冰凉凉的 三鲜冰粉呢就是特别简单 冰粉 然后加一点小汤圆 它有一点点甜 然后有一点点酸 然后冰冰的加在一起特别好 然后我现在来试一下这个红糖的感觉啊 嗯 我个人还是喜欢吃三鲜 因为我觉得这个太甜了 来热山一定不能错失我们的蛋烘糕 这是肉松 然后加了一点奶油 我觉得个人哈 我觉得蛋烘糕就吃甜的一点吧 就有些咸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甜的比较好吃 哈哈哈哈 是不是表现到有点太开心了 哦对对对 别把哈哈哈哈鲜得太香的样子 嗯 保持一点精神 好的好的 两个好的 表示我们两个都觉得OK 那个我们的那个老板要给我们介绍 也不是介绍嘛 就是同住一天的一个小哥哥 他是一个人来旅游 然后就可能觉得有点孤单 让我们两个带着他一起玩 小林甜吧就 嗯对吧我就 嗯 哈哈哈哈 第三站黄鸡肉 这太长了这个 你嘴巴打 吃嘛吃嘛 这个鸡肉肉质非常细腻 辣呀非常的地道 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那种菠萝卜鸡的味道 嚼完之后还有点甜净 我说 一定要来吃 我再吃一块鱼豆腐啊 嗯 嗯 我觉得这个薄薄鸡 normal 但是这个鸡肉还可以 大家来吃鸡肉就可以了 第四站鸡肉娘甜皮鸭 来看嘛 这边 鸡肉娘的甜皮鸭 非常好啊 就是一定要买的这个 好买的 卖完了吗 卖完了 卖完了 对啊 第五站鸡肉梅凤爪 刚才我们的甜皮鸭没有买到 我们现在来买这个 鸡肉梅凤爪 鸡肉梅凤爪 这个味道 蒜香和酱虾 好辣 我作为重庆的这个有点辣 没我想象的那么软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来尝另外一个味道 这个是酱香的味道 我觉得可以买来一试 就是我们就买了15块钱 谢谢 还有一个那个双椒 当时卖的也很火 我们就买了这个口味 如果大家的话 就一个买10块钱 一共30块钱就可以了 第六站鸡烧烤 我们到今晚的最后一站呢 就是我们老板推荐的一家 我们老板 民宿老板推荐一家 紧币的一家烧烤 就almost 大家都不知道啊 叫汤烧烤 大家如果要来的话 就自行搜索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是点了一些烧烤 准备回去 因为我们民宿老板 不是晚上要请我们喝啤酒 他要请我们喝那个日本啤酒 然后所以我们准备打包一些回去 带大家看一下 这是乐山的夜景 是不是有点好看 有一点点小小的惊喜 好像是有一点普通的味道 好 来 你们自己分拌 好 确认成分 确认成分 天黑请闭眼 我都在闭眼 我都在闭眼 同意妹妹是啥子的行居舍 少试一下 好试试 好试试 让她坐下 就给她分回去 我可以抱抱 好了 小姨 不可以 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 是弟弟 我想抱孩子一样 哈哈哈哈 哇 直接拿开 你们看 这是我们现在在吃的 火锅哟 看 不是烧烤 这是最可爱的妹妹 我平常吃肉 这鞋子我均催 这鞋子很好吃 鞋子也好吃 有一个牛肉 大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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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刚才做的那个烧烤 母花肉牛肉 一定点 多说了 我们享受了 我们长一个杯吧 多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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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摇 不要摇 那我们吃白卡索哦 你们什么时候发什么消息 我醒的时候 就一时久的时候 然后我看10点57的时候 一会儿当到 有全肉的吗 他们说全肉的好吃 反正就三种味道的 每样都点了一份 只有三种 好像也没有那种很惊艳的感觉 很大人的好吃吗 吃虾肉不吃 很大人的好吃 这个可以 满一点点的感觉 大家听到这个鸡叫了吧 我晚上早上睡觉的时候 应该是今天早上 就是很原生态 很不错 但是我 就因为我们昨天晚上 又喝酒喝到凌晨 所以 这是我们昨天来的东大街 然后旁边有一家 这个满羊香的新领路 我点了一个西瓜 然后一个芒果 很浓郁的香 很浓郁的香 然后加上这个薯果 就是很清新 芒果的就好吃 你看现在没有什么 不用排这个那种保障店铺 我跟你说 我们刚从江边上来 然后在路边买了一个土豆饼 给大家看一下 特别的 就这个 它是那种切丝 然后做成的饼 中间加了萝卜丝 还有一些折耳根 你可以根据自己喜好 好脆 但是如果吃不惯折耳根的话 所以不容易加 加上萝卜丝挺好的 但是这个骨头饼真的很贵 很香 多少钱一个 五块钱一个 所以的 低胶霜九九豆腐呢 这个牛肉的 我来试一下 焦匀吗 要焦匀 要焦匀 这里面是啥 还有这种酸辣粉的感觉 好烫 很好吃 豆腐特别的甜 然后这个也不会很咸 嗯 嗯 嗯 那会不会好吃 大家一定要吃九九豆腐 DJ站马鞭超速 我们点的马鞭超手 因为我们太薄了 我们就点了一两尝一个味道 皮真的很薄 很小小的一个 它这个酱好好吃 我觉得很有味道 但不至于像 那种薄薄鸡的那种 很入口的味 这个香蕾特别人 舒服 今天太阳也刚刚过的 我也有点小吃 遗憾呢 就是 要吃个兰蕾的 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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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걱정 말아요 그대 오늘 밤이 지나도 난 그대 곁을 떠나지 않을 거예요 오늘 하루도 수고했어요 내 사랑